走,我們來到洛克希德馬丁公司今天公布了一個影片 這個影片說明說F-22它的飛行時速已經高達了50萬個小時 那很多的飛機不是都已經到達50萬個小時了嗎 那你會怎麼講說,這個飛比尋常 而且更可怕的是,這個機型剛剛講它是最神秘的機種 它幹什麼你不知道,它去了哪裡不知道 它偵查了什麼都不知道,而且這個最神秘的機種 現在就放在中國的家門口 沒錯,今天洛克希德馬丁公布了這個照片 他說我們的這個,我們生產的F-22的猛禽戰鬥機 已經總時速了,飛行高達50萬個小時 50萬 那你想說,為什麼會飛到50萬個小時 抱歉,F-22我們都說它不是很神秘嗎 那它出來一趟都要花好幾百萬美金啊 一個小時要幾百萬美金,你沒想到你已經花了50萬個小時啊 而且它是所有美軍機種裡面,剛剛講 它的飛機數量最少的耶 它只有187架,所以它到底怎麼會飛到那麼多呢 而且更誇張的是什麼,50萬個小時 保歉,我問你,你知道它要花多少錢嗎 花多少錢,它要花新台幣七千多億 你說它每飛出一次就要上百萬的美金 是的,如果你花了50萬的這個所謂的飛行時數的話 七千多億台幣 七千多億台幣,它在幹什麼 問題是我們好像都沒有聽過它在幹什麼 它最近最赫赫有名就是它飛到高空空去打這個氣球 其實它好像你從來沒有聽過它的戰功 對啊,我對它的印象就是 它把三顆氣球打下來,還有美國國安部長說 我們就有執行幽浮任務,執行幽浮任務誰幹的 也是F-22幹的 難道它攔截那麼多氣球,攔截那麼多幽浮嗎 所以它真的是非常神秘的機種 而且它最近做了一件事 他最近把它這個F-22部署到沖繩的加首納基地 那我們為什麼或許我們可以印證 為什麼這一段時間習近平突然他們就說 我們沒有要打美國,我們要跟美國開戰 但是美國的這個重計 我們絕對不會重計的一個狀況 因為為什麼 因為F-22已經來到這個地方 搭配南韓的F-35 然後還有F-22 F-22還可以說是真正的一把刀 可以隨時刺向這個中國 因為它進行什麼任務你完全不知道啊 所以說其實最神秘最厲害的斬首武器 就是F-22 而且這個斬首武器F-22的中隊 它的背長很清楚 就是飛彈刺穿維尼熊 對沒錯,所以你知道說事實上目前為止 美國的所有部署都是認認真真的 拿出了他們真正的武器 費了50萬個小時的F-22 來到了沖繩的加首納基地 它距離上海只有829公里 然後距離這個北京 如果加掛到它的油箱也可以飛得到 所以這個F-22 形成一個對中國最大的一個嚇阻作用 而且剛剛講F-22本身你製造就很貴了 你飛行上去的這個油錢也很貴 你這個維修成本也很貴 這麼貴的東西 我們本來以為說你會珍藏 把它養在機包裡面 沒有想到 它可能是美國這些機種裡面最近最頻繁的 對沒錯,這個F-22真的多正貴呢 寶傑我跟他講 我們這個美國他們有整理出一個 這個一小時要花多少錢 F-22的話一小時要花52483美金 折合新台幣要145萬 那我們就講 你說飛一趟上去就要將近146萬 一個小時 好一個小時看145萬個 145萬對不對 145萬我們乘以50萬個小時 得出新台幣7295億 新台幣7295億是200多億美金耶 他這個時候他要你一個F-22他本身造價就要3億美金 然後你飛出去又要那麼的珍貴 他到底在做什麼 而且更誇張是 你花了錢叫 你不要講你的造價 你光是你的飛行的成本 就你7295億喔 然後我不知道他在幹什麼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就叫 我們不是有一句話嗎 叫做散戰者無赫赫之名嘛 就是說他沒有赫赫的這個戰功 但是他確實最厲害了 對 為什麼最厲害 因為你根本不會跟他打到仗 因為為什麼我們都不了解他 因為你根本不會看到他 你也不會碰到他 但是他已經把你摧毀了 這就是說他真的是 所以他無戰功 吳永明 對 無戰功 吳永明 可是他是最善戰者 對 因為他根本就不會讓你看到 你可能碰到他 他都不會碰到 你就已經被摧毀了 你就不知道為什麼 我已經被摧毀了 那到底是什麼摧毀 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們只能說 懷疑是F-22